手游酷玩 最想从从事的行业啊 就是这个拆房子 这个大铁球 开这个大铁球 这个车 然后我爸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爸告诉我说 这个梦想也挺好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啊 果然我爸还是最了解我 然后还会给我一些安慰 对我真好 然后每次我在 想一些别的事 别的事的时候嘛 然后我爸都会给我支持 然后我爸说 我从小就想当个足球运动员 你说我家 咱家也没人踢足球 也没个什么足球啥的 你当个足球让我踢 我错了 行吗 我不想当足球运动员了 不了我不想当拆房子了 还不行吗 有点太过分了 上来就要踢我 你这谁能扛得了啊兄弟 也是 咋说呢 把我的一片赤城都弄在风里了 难受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简单 大家只要瞄准 然后瞄准完之后 他瞄准第一次是横向的 不对 瞄准第一次是 第一次是横 横纵啊 就是第一次是横着秒 第二次竖着秒 然后再点击两次之后 再次点击的那个是判断我们使用的这个力度 哎这个横纵分不太清 哎呀 要是让我原浅的数学老师知道能不能气的都混过去 我之前也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有点这个小毛病就是 那下不是学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呃就是 叫什么三元一次方航啊不对 就是那个线的什么直角函数什么正大函数那个 什么xyz然后 我就老学不明白然后那个 我们的数学老师花了好几次啊终于 给我证明白了然后一毕业全都还他了这个 你看我对老师多好我从来不拿老师的这个一分一毛 全还给他 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还他啊根本不取得一分一毫不占的便宜 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正直啊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减压游戏啊但是 和别的游戏相比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我也玩了很长时间 然后个人觉得这个游戏 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 比较爽啊 因为我入职这个游戏的当天啊由于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说心情有点烦闹啊 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啊瞬间啊就清醒了啊这个 也是帮助大家减压吗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很多人 就开始那个 心情比较烦闹大家也互相理解啊 那今天给大家带的游戏呢叫做 创球 游戏评价大概在三分左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找到我们下期再见 我就会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